丟外鐵門都是黑色油漆 這間當鋪的員工老闆涉嫌詐欺 被害人遭騙上百萬 甚至上億元 錢要不回來 婆其洩憤 事發就在彰化西湖鎮 行事局表示當鋪老闆 狂騙被害人 只要投資他旗下產業 當鋪 布廠或者土地開發 每一百萬 每個月就能收穫 二到三萬的利息 投資越多 轉越多 許多人看到這布廠的規模 蠻大的就上鉤 有人最低投資一百萬 最高投資上億元 起初大家都有拿到錢 之後老闆就消失 血汗錢要不回來 被害人集體到法院提告 犯罪決議法 大概一開始都已經 是九分來跟這些被害人 來求查 那我們警方擴大清查之後 才發現被害人不足以 高達了百三十人 被害人數高達三十人 警方調查手法統統都一樣 這就是詐騙 馬上追查嫌犯三人 阻案過程 發現他們利用投資 當作噱頭 等被害人匯錢 利用公司帳戶起錢 領出現金買名車跟房地產 總計獲利十億元 到主廚長生處逮人 除了扣押五台名車外 也查獲大量現金 現金早就被林光光 金元流向難追查 目前受害者總數跟金額 還在統計中 需要向銀行調閱 整個匯款明細 追查上需要大量時間 被害人血本無歸 得不下去破期報酬 以身涉嫌 觸犯迴損罪 強烈要求嫌犯把錢吐出來